今天呢 志同 给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 准备了一个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节目 请所有的朋友 睁大你们的眼睛 和我们一起感受 不一样的神奇 志鹏 请开始你的表演 大家晚上好 我是大魔术师 在过去的十一期当中 我们表演的都是 比较大型的魔术 但是今天相反的 呈现自己的是 希望是能够贴近大家 所以呢 在我的右手边 大家看到 有一个玻璃杯 是一个 平常我们用的高脚杯 也请主评委来检查一下 这个杯 OK 没问题 没问题 导演 来 也检查一下 OK 王老师 酷 OK 在我手上呢 有一张很普通 再普通不过的一张 看来到我吗 OK 也请主评委帮我们检查一下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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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没问题 接下来呢 就麻烦 董导帮我一个忙 帮我把这张纸 套在这个玻璃杯上面 这纸没问题吧 导演 没问题 没问题 那请您回座 谢谢导演 好的 接下来在我左手边 我们看到有 苹果 桃子 香蕉 葡萄 还有橙 这个时候 我要麻烦王刚老师 我要问一下 平常您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水果 我还是喜欢橙子 还是喜欢橙子 橙子 太好了 谢谢王刚老师 因为呢 这颗橙是您选的 其他的四样水果 就是现场观众的福利了 来 请接受 OK 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 我到底要表演什么样的摸摸 我要告诉大家 我要把这颗橙 变到 这个玻璃杯上面 OK 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 一个小小的咒语 再配点音乐 Music 是 叮叮魔法 变变变 变 这是您喜欢的橙是吧 来 这是王刚老师喜欢的城 我们来试试看 怎么是空的里边 要请导演 帮我检查一下 这个城是不是在里头 再劳架一下导演 导演 导演 来 您可以试试看 这个很新鲜的果汁 我喜欢他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个王刚老师 你都馋过了 真对不住 对不住 孔大员你说怎么回事这是 不可思议 还真是城镇 不可思议 是新鲜城镇吗 而且这个 好大 太多了 这个近景魔术就在眼前摆着 而且你看这么一个 它也不像底下 它也没有 有什么门子也不像啊 这顶上 没有 来 王刚老师 您的城在这儿呢 太逗了这个东西 里头还都是空了 你看 就让我们那个 榨汁以后 把那个都榨空了 你不是他们的托吧 我还有那本事 我不坐这儿当评委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